各位網友大家好 歡迎又來到我們《芒向編輯部》的YouTube Channel 頻道 錄的時間是2021年4月9日 首先這裡有社長雷雯汪 大家好 紐西蘭的《熱得太陽》 大家好 還有我家產生的 大家好 大家喜歡我們的節目 除了來到大台《芒向編輯部》 還可以到二台正香煲和三台西蘭氣那裡 點讚、分享和訂閱 還可以將這個《齊抗疫、拼經濟反攬炒》的訊息傳揚出去 好了 今天呢 剛剛在昨天晚上大約在夜晚左右 就傳出一個消息 就是說現在這個白甲黨的新主 羅健熙 他就將會在 接下來這一屆那裡 的房屋委員會那裡 就不備續任 並且應該是會被停職的 這樣說 因為他現在就是現屆的房屋委員會建築小組委員 但是因為他在黑暴事件 2019年的11月18日 在這個理大那時候 參與非法集結 而被起訴 所以應該就是會被停職 並且在新一屆那時候就不會再被連任續任的 而換言之這樣一組呢 整個房屋委員裡面所有有泛民背景的小組成員 都會被DQ 而對上一個是不再被委任的 就是肥仔尹兆堅 大家都知道他 也就是黑暴事件 現在在裡面坐著 那對於這件事呢 這個羅健熙就是這樣說的 他目前呢 現在就涉及一宗刑事案件 理工大學外的非法集結 那在未判罪 停職 那我覺得很正常而已 是 就是有很多紀律部隊都是這樣的 是嗎 甚至乎 不是紀律部隊 有很多 很多部門 政府部門都會這樣做的 是 那這次停職職呢 我相信呢 純粹都是因為 他有案在身 才要停的 那如果將來 法庭還回他的清白 那就可以做回了 那我相信這些都是一般程序來的 我覺得很正常 新一屆就 應該快要到期 所以應該都不會繼續續任 那他不幸運呢 是 那羅健熙就說呢 現在呢 都未獲得這個房屋委員會通知的 我的房屋委員身份 暫停的消息 但是啊 房屋委員會處理很差咯 很無禮咯 那我是沒錯 是牽涉入一個非法集結案 但是法庭未開審的咯 你們這樣未審先判我 是不是就是任何 被定過刑事罪的人 都不能夠擔任委員一職呢 那當然了 那羅健熙又指出了 又是這樣說了 房委會核客 的委員會 職能是討論這個民生議題嘛 但是啊 你們房委會 就說我這個非法集結 為由暫停我的職務 究竟是哪些人不理民生搞政治啊 這些不言而喻呢 我明白嗎 他自己咯 不理民生搞政治就是他咯 那時候其實有個很嚴重的問題 他不明白一件事情就是 你們民主黨其實走錯了一步棋的 很明顯就是 19年的時候你是不應該和那些黑暴友 都會黏在一起的 這個很明顯的 如果你不黏在一起 現在你根本什麼事都沒有 沒錯 選票上可能 有些極端友會懲罰你 但是 你那些普通人呢 就是一直投開你票的那些普通人呢 不是一樣投給你 現在就是連那些普通人都不投給你才麻煩的嘛 你拿到那些新的那些票沒用了 那些年輕人其實入世未深 才會信那些什麼港獨啊 暴力去解決問題的方法啊 他入世未深才會信這一套的而已 就是在那個社會裡 多熬幾年就知道 19年那幫人做的事情是走不通的啦 你扔汽油彈真的可以令社會向前走嗎 就是在香港本身那種制度下面呢 其實你已經是有得選舉的話呢 就是你做這些事情呢 就很荒謬的 就是你說沒錯特首是沒得選 但是之前其實都有政改方案是可以向這個方向走的 現在就是改了那些選舉那些規矩 最大的輸家很明顯就是民主黨的嚴格來說 你看得到現在兩面不是人 連自己原本爭取到的東西都沒有了 包括他說超級區議會這件事情都沒有了 是的 就是他們本來說一開始他們的論述是說 由量變到質變嘛 他們爭取的那件事 結果就不是 他們19年的時候就變了質 搞死自己 也搞死整個香港的民主運動 是的 這件事都沒得翻身了 現在是傳了 首先大家要知道 可能到最後一刻呢 這個政府說 就給他吧 是他自己愚蠢害怕的 消息全都沒得翻身 不過 如果是說不給他 其實都是合情合理 因為其實直至到2月底 已經有26個在職公務員 是因為參加2019年的黑暴事件 反修例 說得好聽些 就被捕 現在已經全部被停職 26個人裡面有8個是試用期 已經是不用了 有5個人是被定罪 現在有部分也是上訴 而政府已經說明 我們會對相關人員召開紀錄令訊 其實如果說不給你做 是道理 給你做是人情 根本是不會說什麼政治 搞政治就是這幫人 其實神祖應該要歸回去民生 大家都知道 不過他們就是害怕了 他們就是被所謂的激將派打到害怕了 很明顯 而香港人本身就是這樣 就是他們喜歡見到新面孔 見到游慧貞、梁仲恆 新人新面孔 換下血也好 你們八甲黨 一直都是被人說 萬年不變 沒有用 被他們的宣傳戰打到害怕了 結果現在搞壞了 整個局不用說就搞壞了 不過最趨漲就是 防委會這樣做 羅健熙是這樣說的 防委會這樣做 是低級藉口 但是我都不敢意外的 而且我都不會被續任 這樣 這個不是低級藉口 大哥你真是犯法了 大哥 他們那些乳鴿 其實是搞死了整個民主運動 尤其是許智峯、林卓廷那些 就是有些事情 根本他本身是不應該做的 就是應該跟那些暴力 有些人是保持距離 結果他們沒有做到 照衝向前 跟著 就是溫和理性 黃碧雲陪 陪葬起來 本來黃碧雲 他老實實 他繼續 做回他那條路線 做多兩屆都可以 突然之間搞什麼遮眼 遮眼那些 其實遮眼那些 根本就是 很明顯是謊話來的 那些人做些文宣出來 你們跟機 一次過就跟機 這些謊話很容易被人拆穿的 其實 現在那個爆眼淚去哪 你遮眼那些人 究竟 面膜在哪 應該 這麼愚蠢的 你都相信 沒錯 應該何以自處 這些人 爆眼淚其中一單 其實有很多 19年發生了很多這些事情 好了 831死人 現在還有人 將緬甸那些 說跟831死人 扯過來講 真是很坦白講 這個就是很嚴重的問題 有些人就是因為19年 經歷過那些事情 現在看緬甸的時候 也都會覺得是 好像19年發生的事情一樣 我告訴大家 緬甸發生的事情 跟香港是完全不同的 是兩個層次的事情 香港呢 沒錯 有些人在亂參搞 但是呢 香港特區政府 絕對跟緬甸軍政府 是不能類比的 千萬不要 中了一些 Kilor Law的計 有些Kilor Law 就是不斷挺緬甸軍政府的 千萬不要相信這些事情 你將兩件事 黏起來說的話 你去到外邊 是被人笑到臉黃的 不要這麼愚蠢 那些Kilor Law 他不怕的 他隨便去 因為他亂叉這麼說 沒有人叉叉他的 不要相信那些人 就是緬甸軍政府 你將緬甸軍政府做的事情 講到跟香港政府做的事情是一樣的 這些是民主派的人 塑造出來的一個感覺來的 是啊 尤其是許智峰 那些什麼 羅冠聰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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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萬不要 千萬不要中計 我們看到一些網友 你這樣講 你這樣講 害死香港 害死中國 待會我可以 講一次緬甸 深入一些 講一些 大家就會了解到 其實有些事情 你看到緬甸 然後你把它聯繫到香港 其實你就中了別人計的了 已經 緬甸發生的事情 是跟香港那些 19年發生的事情 是完全沒有關係 而且是完全不同的 有些人就 說香港是顏色革命 緬甸也是顏色革命 串起來說的 你這樣講 其實很危險 而且事實也不是這樣的 就是緬甸那個情況 是複雜過香港很多的 還有他們那幫人 一直都是抗議啊 示威啊 他們那些戰略呢 其實是比香港那些人很多的 因為人家88年已經搞這些事情了 1988年 說的是 千萬不要 就是亂差那麼類比 如果你亂差那麼類比 其實就嚴格來說 就是跟那些羅冠聰那些激獎 就是這個羅建熙 這次他說 就是這個防委會 是用低級藉口 但是這個世界呢 從來都對犯刑事案的人 是驟忌的 尤其是工職 政府工 和大型企業 很少會請有刑事案案底的人 你自己想一下 為什麼呢 這些是 刑事案其實是 告訴別人 這個人就是犯了社會某些規範 現在他們那幫民主黨那幫人 他就強行說這些刑事案是冤獄 是政治 政治案來的 政治犯他是 因為政治問題才被人打壓 實際上不是 實際上他是做了一些 愚蠢的問題 就是愚蠢的事情 沒錯 叫明知是非法的 你都要去 那就犯法了 是啊 而且是被人撿到手召的 就是他覺得做這些事情 是不會被人抓的 一直覺得 既然他現在這樣說 防委會 停他職 他很不服氣 照道理呢 到時上一套停的時候 他最好拿著宗旨 不要認罪 既然你認為自己沒有犯法的話 就算對方拿多少證據都好 你都不要認 總之是撐到底 那就對 如果不是 那你將來就會推翻 你今天所說的事情 這幫人 臉皮九尺厚的 我就 到時候就認罪了 然後歷史宣佩當無罪 反正都有人做過了 李卓人都講過了 這幫人 就是被人有證有據的 你才可以告得到的 不是說要亂告的 這些事情是 不是冤枉他的 但是他現在就認為自己被人冤枉了 好了到時候 審到你這傢伙的時候 最好死到沒有認 那當然是辦法之一 但是 那些什麼人撿到手指 你不認都是沒有用的 可能到最後 我相信他就是會認的 無論怎樣也好 這件事也看得出 可能不止上一個世代的白甲黨 連羅建熙這一代的白甲黨都玩完了 玩完了 要再推一個新的人上來的 羅建熙已經不用了 我記得 白甲黨整件事都玩完了 我告訴你 其實民主派是要 是要找一些 比較溫和的人出來 再搞一次的 其實當時有一個人 就是很反對他們做的事情 那個人叫做蔡耀昌 但是蔡耀昌被人排擠得不得了 你想想蔡耀昌就是 他就是反對他們那些人用暴力的 出來講的 而且還是反對這個 不都灰不切割不批評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就是蔡耀昌出來講 其實當時他講的東西是對的 因為蔡耀昌講的東西 是比較合理的 這個是現實的情況 是否講真話被人逼他退黨 這個大謊不大話 是原路來的 他的黨 有這樣的黨是死硬的 老實實 最搞笑好像批鬥他 他講真話 要他向公眾道歉 笑死的 是啊 搞錯了 塑造到所有的溫和拜 都是壞人 都是內弱 一定要站我們那條線 你不站那條線 那些政治鬥爭 老實講 但是蔡耀昌也都 他寧願走 不要忘記 他寧願走 他是很厲害的 但是真是無奈 結果香港民主運動沒有了 不過下一波究竟會發生什麼事呢 就是現在看見下一屆會不會再有民主黨出來呢 還是那些素人會去搏一局呢 他們 我相信其實是會有的 如果現在泛民 死了的話 這一代 可能那些素人本都很怕 現在磨刀霍霍 但是在想什麼藉口轉身 他們轉不了身的了 因為呢 其實他們那幫 激了那幫人 就是搞了出來的那幫人 其實你看到他們那個 本質就是投機分子 那本質就是投機分子 可不可以轉身呢 可以轉但沒有人相信的 現在 就算他們轉身 我們都要弄到他一個人都不信他才行的 因為這些人根本就不應該給他賺錢的 在那個市場上面 其實我有些東西想更正一下 蔡耀昌是 有件事是逼他退黨的 就是呢 他就說這個黃色經濟圈的黃店呢 歧視大陸人 有一間黃店呢 就說 講普通話的都不讓他進去 所以呢 他就 被他的黨友逼他出來呢 是叫做 向手足道歉 你說 這樣的黨友有沒有得救啊 就是 明明是做對了 有什麼錯 是不可以歧視人的 是吧 正常的 一個正常社會 可以那些店舖寫著 大陸人與什麼不可進入的 那他 他向平紀會投訴 嗯 其實他做對的事情的 他是根據自己的良知去做事的人 他的良知對不對 我們不評論 但是 在這件事上面他是對的 因為你是不可以拒絕招待任何人的 我認為就是 除非 你那間餐廳是有個規矩 就是衣服不整 不准進來的 你可以拒絕招待衣服不整的人 就是有個穿衣服的規矩的 如果你的店是這樣的 你可以做這件事 這件事不是歧視 就是有些食肆比較高格調 一定要打條胎啊 皮鞋啊 穿長褲啊 這些是明白的 但是你不可以一間普通通的大排檔 說不讓人進來吃的 普通話就不可以 是 有什麼可能的 都不恰當啦 這樣做 其實蔡耀昌啊 他自己跟著都在大圍 就是 他們那個大圍報 他們叫做 大圍報的那天 都是被人抓了 這個人 那都好啦 就是 這件事也是 可以看到整個八甲黨的沒落 就是我第一件 我都是有 那都有些少少不開心的 但是也都是明白的 出來的話 他們選這條路有什麼好說 其實變成一串串埋在一起 你知道嗎 就是他就是 因為跟那些暴力啊 港獨啊 就是那些極端有錢 一串在一起的時候 你就馬上一串死了 支聯會一直 其實回歸以來 一直都沒有被人搞的 支聯會要搞什麼 遊行什麼 集會 完全沒有問題的 但是你一踩到這條紅線 這條紅線就是什麼 港獨 其實每一次呢 之前梁振英說哪些人搞港獨呢 民主黨那些人都很聰明出來說 我們不是港獨的 我們是爭取民主的 也不是完全跟港獨有無關 這次19年這件事就是 我就不明白為什麼這麼笨 人家那些人很多是講明了要港獨的 要時代革命的 兩天旗的什麼差 那些根本就是港獨有 你貼上去你會有運行嗎? 如果你貼上去有運行的話 不用管了 中央不用管香港的了 如果你貼上去這些都會有運行的話 很明顯那條就是一條 根本是不能過的線來的 就是港獨是 從來港獨都是危議題 沒有人講港獨的 突然之間就有人講港獨 好了 梁振英又吹一下港獨 接著又有那些陳浩天那些 磨碌出來 黏著那個芒果佬 在那個網台上亂講 好了 接著你們這幫民主派的傻子 又說要保護這些人 就是那時候 毛依依 抱著那個游慧晶 游慧晶她做的事情 根本本身已經是對中國人很大的侮辱 就是你不要講那個 他講的那些英文是什麼 就是他講的那些內容 本身就是對中國人很大的侮辱 他不能做議員是應該的 就是你在中國人的地方歧視中國人 這樣是不對的嘛 還可以讓他做議員 不能做議員 婆婆還要抱著她 說支持她 因為其實有些人就是看到 這些本土有很多票 我要吃了那些本土票 你要吃那些本土票 但是你吃得有道義才行 還有人家的本土一歪去港獨的時候 你就不能吃那些票 你有得去港獨的人應該自己消亡 結果就不是 民主派的人就說 不行 港獨也是一個選項來的 言論自由你遮 是啊 有些人是這麼說的 這個不是選項來的 《基本法》寫得清清楚楚的第一條已經寫了 這個絕對不是選項 《基本法》嚴格來說就是 其實嚴格來說就是憲法的憲法來的 就是香港特區的憲法就是《基本法》 一開始你說的東西已經違憲了 違憲的主張是不是 有得你胡亂說的啊 我是不相信啊 其實有很多人之前是清醒的 就是民主黨也是 你不應該黏在這些東西裡 但是他覺得不拼一拼呢 可能呢 以後就沒得算了 我告訴你 結果你拼了也是沒得算的 結果以後都是 基本上你這個黨就收工了 現在 對風之一年 胡之偉 變成胡之偉的決定是 落陀的最後一根杜曹 其實就是令到 泛民和中國中央政府的溝通 最後一根杜曹 以前也有得談的 那就不用玩了 現在 發脾氣 那你有沒有辦法 這位是羅健熙 好自為之 不要再從政了 找個第二份工作 好像從畢業到現在 都要做一份工作 那就對啦 嘗試一下其他工作 想外賣也好什麼都好 是不是 民主黨就不用想了 再推另一個人上去試一下 還想繼續做的話 還有沒有人夠膽上去試一下 已經成問題 如果沒有的 就散檔 解散他的黨就好了 這個世界很自然的 有日出就自然有日落的 好吧 我們都講到這裡 回來再會講其他話題 好 拜拜 拜拜